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祭祀这个东西 二十米左右的地方 出来一个黑色的东西 沿四十米左右 就是一下上来了 就翻了很大的浪 然后船进去过来 当时船上拉了几遍 就这个有可怕都哭了 麻奶酒 奶疙瘩 您相信吗 现代人最最最健康的 通常注销化的鲁制品 几千年来 已经在土耳人的生活中 大喜其道 这个就是那个疙瘩 那个疙瘩 那那个疙瘩可以直接吃吗 可以吃 你先吃 好吃的 好吃的 好吃的很 欸 究竟是乳酪的味道 它是比较酸 酸乳酪的味道 奶酒 奶酒 香 好啊 不愧究竟是大红鱼 还是一种不知名的大生物 今晚就和小猫 我一同前进克纳斯 揭开这传说中 胡怪的真实面上 为了寻找新疆克纳斯 胡怪的传说 我们从乌鲁木齐出发 准备沿着转格尔盆地 穿越沙漠 来到布尔津 传说中 克纳斯胡怪 有可能是一种不知名的生物 也有可能是湖中名为 折罗龜的大红鱼 然而大红鱼究竟有多大 大道能掀起胡怪的传说 我们在当地夜市打听到的消息指出 目前所捕获到体型最大的红鱼 就在布尔津的某个知名大餐厅里面 哇 这是标本啊 这是真的活鱼去做的 这就是克纳斯目前出唇的最大一条是活鱼 99年的5月18号 搁浅以后我们带到的 搁浅 当时捞出来以后也有人想吃 我们没让他吃 他这个鱼的生长期特别慢 特别慢 像这条鱼 你看它这个鱼林县 鱼林县来算它的年龄 你看鱼林县 最少在128岁之上 128岁 什么 眼前身长168公分 体重45公斤的大鸿鱼 已经有128岁的高龄 从它胸壳的外表 甚至连舌头都长出雅实的形象看来 大鸿鱼能成为胡怪传说当中一个重要的角色 此其来有之 然而根据传说中 胡怪的体型至少也有十几公尺 眼前1.6公尺乎的大鸿鱼 真的会是克纳斯湖的胡怪吗 你觉得这个克纳斯湖里面的水怪 有可能会是这种红鱼吗 去年10月份克纳斯地震过一次 因地震过 各种动物都在跑 随着鱼也在红鱼上跳 当时我发现了一个鱼也在跳 当时那个鱼也在距离有七八米 跳起来跳七八米 那个水浪有七八米 水浪有七八米 就你猜想你幻想里面 你觉得他们在传说的水怪 会是什么样的生物呢 但是传说都是这个 克纳斯湖的胡怪就是这个大鸿鱼 因为那天地震了以后确实是 那个鱼它那个浪起来以后 它是直直起来的 起来以后属于黑的 水黑的 水都是黑的 因为这个克纳斯的水是 始终是清的 对对 照老板的描述 这条红鱼是在克纳斯湖下流发现的 但根据老板的看法来解释 这条一百二十八年的大红鱼 只能算小字号是并无不可能 只是若真如此 长约十公尺的红鱼胡怪 会是几百甚至几千年的大怪物吗 而有关胡怪的消息 据说我们夜宿的旅馆老板最清楚 因为他曾是开发克纳斯的第一人 上帝去找他聊聊必定会有所收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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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台湾来的小马 欢迎你 我来这里要找一个那个 一万大叔 我就是一万大叔 一万大叔你好 你好 你好 你本身是以前最早去开发克纳斯这个地方 对对对 我原来在博尔津县旅游局工作 现在已经退休了 旅游局 原来就是开发哈纳斯一直在开发 真的啊 那哈纳斯在没有人去之前是 就没有开发之前没有人去过啊 哈纳斯在没有开发以前 有当地的图瓦人在那儿去 图瓦人 后来你们就带了你的这个 我们的现场就是 特朗尔开在一块景色非常美 所以非常适合旅游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这次就是克纳斯 这样子啊 眼前的一万大哥 早期曾是布尔津观光局的副局长 在克纳斯湖上位开发之前 就受命探探克纳斯 如今退休回到布尔津和老婆经营民宿 对于克纳斯湖 他可以说是当地的第一把脚椅 哇这些照片就是你当时去 对不对是一部分 是一部分是不是 这地方下大雪 这哪里啊 这是哈纳斯的湖面 从12月份开始界定 到1月份就可以在上面 人马生血都可以在上面行走 他最后的地方有80公分 这是蒙古人在重建的那天 在哈纳斯湖上准备塞马活动 这是他们本来一个传统的 重建期间的一个传统活动 现在还有吗 现在还有每年冬天都有 这边你着了一个井是干什么 这是我们一个哈萨格族的村民 在冬天在哈纳斯湖面上 下方在湖冰下边捕鱼 你有没有听过他们这种最早 最原始在20年前 你一去的时候 就听到他们族里面的人 有跟你讲说 这湖里面有很怪的东西 有没有 他们就是对这个非常尊敬 就是对虎外这个 就是说他这个 对老百姓生活危害这样 从来没有这样 那有没有人看过 这个看过 看过 他们都是看说 像他们 他们说这个 在这个湖头上 有一点 湖头上有一点 他说有一些俄罗斯人要到湖头捕鱼 因为这湖上就获出 土瓦人 土瓦人 听说在湖头有俄罗斯人去捕鱼 所以要去注射他们 要去注射他们 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去捕鱼 对 因为他们去那个时候 就是说用土瓦子 哦 然后呢 所以亲哈马尼去了 对 他们居住的地方 找湖头有一天多的时间 一天多的时间 一天多的时间 他们到这以后 俄罗斯人有种 对对对 但是他们看到那个 俄罗斯人就是 鱼的大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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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锅造型 但是用给那个 给锅盖 是不是 鱼 鱼头的那个 那个 下巴 塞邦骨 塞邦骨当锅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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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大哥口中所形容的鱼塞骨 竟然大道可以拿来当大锅盖使用 这令我想到 刚才红鱼餐厅的老板所说的 长达十公尺大的大红鱼 虽然目前并没有发现 但也不无可能的说法 如果鱼塞骨的传说是真的 水怪真的可能是红鱼 然而一万大哥 曾经募集到的水怪 却又不是大红鱼 九六年 我带着 新西兰的一些旅游考察的 纽西兰人 纽西兰人 他们考察 我带上他们 从湖的东边 东边 远的湖边 他是考察 这个远湖头部旅游的线路 结果当时 走了大半天 肚子饿了 准备休息吃饭 再加上 这个 森林里边的湖子 特别重 他们就收不了 他们就要翻回来 所以我就领导他们在 这个 有光线 在树林里边 非常阴暗 找个朝阳的地方 坐下 准备吃完午饭就翻回来 结果我们打开 就在湖边上 湖边 湖边可能有 200米的一个山坡上 非常开阔的地方 准备吃饭的时候 就看到湖面上 有东西 在湖的上游流动 湖的有七八米厂 颜色就像 咱们山坡 萝卫松的树皮 湖面颜色有点香 但是不在水皮上 在水面上 这样慢慢的游动 水面像 在水面 我们从树看下来 对对对 树看下来 它不在水皮上 就不出来 但是能看到它 有种 大概有七八米 七八米厂 那你当时 可能就是有一条 或者是两条 三条 十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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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新十三人 他们也带着照相机 也带着摄像机 但是都没拍照 拍出那个效果 就是 水皮不要拍光 拍光 啥都没拍 这家很悬 我想水怪之所以神秘 就因为它总是 神龙见首不见尾 总是突然间出现 永远只留给人们 一个模糊的影像去猜测 它的模样至今 没有人能够完整的描述 离开了布尔金 我们继续前往克纳斯湖出发 原本沙漠的景象 慢慢变成了草原 这儿是哈萨克人 还有水怪传说 有的极大相关的 图瓦人的游牧地方 我们决定在和睦村 稍微做停留 再继续我们的行程 游客闻乡必想嘛 木屋客房 走开 上屋下 横批福临门 你看 很有国文造诣吧 但是这不是我讲的 来到这边 看到没有 我现在到了一个 新疆的一个小村落 叫和睦村 不过那个小村落呢 已经慢慢被观光业所袭击 有没有 整排的这个房子呢 都不是给一般他们当地的居民住的 他们都是开放给游客 来这边观光 然后看看风景 看看这些山啊 七七马啊 所以就造成很多的民宿在这边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住在这一家 狐铃门 有没有 新阳山庄 但是呢 不知道它里面设备怎么样 因为一般来讲 我觉得要接近大自然来讲的话 如果来到新疆应该住出蒙古包啦 有没有 搭个帐篷啦 骑个马啦 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听到 有些马叫声啊 牛叫声啊 不过来到这边可能 不知道里面会不会也有 过于现代化 所以我现在带大家一起去看看 到底里面他们文明到什么样的程度 对于阿尔泰山脚下 鲜为人知的和睦村 早期很少和外界交流接触 这些年 随着克纳斯湖旅游业的开发 人们也渐渐前往这个 以图瓦人为主的原始部落观光 只是游客这么一多 当地的民宿 就像雨后春笋般的 一家一家地给它冒出来啦 甚至小耳朵电竞局都来抽一脚 就连那些传统的游牧民族 也转业当起马夫导游了耶 哇 黑鸦鸦的耶 什么都没有 走啦 是 怎样 一定要进来看一下的事 看一下看一下 这里面 好不好 我们只能用什么四个字来形容呢 加独斯底来形容 好不好 因为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嘛 但是呢感觉到保有这个 很传统的感觉 有没有 放一些布板在这边 感觉上呢 不会那么死气沉沉的 然后呢 有一个雪白的棉被 至少它很干净 我觉得至少很干净 这是单人床 哇 这玩意好复古啊 有没有 这个如果是木架子 有没有 红色的一个脸盆 像不像以前 人家用的引洗 有沒有 这样搓一搓搓一搓 水还会这样跳来跳去 那种 上海时期应该也有这种玩意儿 只不过现在 在台湾应该很少看到了吧 就是给你一些 早上起来的时候 洗脸啊 刷牙的地方 然后这边可以放个肥皂啊 挂个毛巾之类的 旁边这个厉害啦 旁边这个东西 里面已经有东西了 这什么 水 吓我一跳 我以为是 昨晚客人流下来的尿 我想说这应该是个尿子 因为里面好像没厕所 既然要在这种 原始的村落民宿过夜 很多东西 当然要求也不能太高 这时候 还不如将自己的心态归零 想象自己回归大自然 远离现代都市的紧张生活 这样一来 心情好像也愉快起来了 尿子动 射手 射手 赶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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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这样子啊 大哥您 您上 您上 没事了 你装什么卷石啊 明明说我们摄影主的 我想说 让观众生力其境一下 有没有 一打开门 一个不小心就看到一个大叔在大 好啦 有没有 他们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子 挖了一个潮呢 因为其实很重 然后呢 大家就在里面这个大小片啦 好不好 我想在里面多待 大家看到就好了 一般来过这个大陆游游 对这个所谓的 我们电视机协议的观众 应该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验 很多地方的厕所呢 可能你要自己拿个雨伞遮一下啦 对不对 拿个报纸 假装看报纸 其实是干嘛呢 不是遮 因为你也遮不住 是遮自己的脸 把自己的脸遮住 不要让人家看到你是谁 那有点害羞啦 并排式的粪根 够犀利了吧 在这里上厕所 敲门是多余的 大伙们边方便边沦落感情 好像也挺不赖的喔 好吧 那我先放个屁好 这间呢 有没有 有桑拿的感觉 有没有 整个木头的感觉 里面应该是一个这个 蒸汽浴的地方 好高级的顺布喔 这是 这什么东西 浴室 浴室 浴室就挂一些蓝布 那是水吗 就是瀑布就对了 这浴室 有什么那种蓝天的感觉 有蓝天的感觉 有蓝天的感觉 有没有听到 至少让你这个心情很愉快 有没有 蓝天的感觉 也在里面这个浴室 大家进来看一下 哇里面很小耶 浴室 有个小柜给你放 但是呢 应该不是在这边冲枣的 可能是在这里面 诶 有小板凳 那你坐在这边 然后呢 上头 有一个这个水龙头 它会这个漏水下来 一个 还蛮不错的浴室 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一大缸的热水 在这里面 然后呢 他们还是 采取这个很传统的方式 就烧一些木头啊 碳啊 让这个水屋的水呢 热 然后有一个人呢 可能在那边来 控制这个水温 让我们的旅客在里面呢 能够尽情的 很舒服的来洗澡 原木传统桑拿屋 水龙头寺联盆头 人工烧水系统 非常的道地 非常的原始 有如置身在四五零年代的 古早生活一样 不过要更充分体会 当地图瓦人生活的一切 最重要的 还是要先从美食开始了解 来给我介绍一下 摆在我面前 这两大盘是什么东西 这一盘呢 叫青炖羊肉 青炖羊肉 也叫熟抓肉 新疆的叫法叫熟抓肉 熟抓肉 这一盘呢叫大盘鸡 这一盘呢 这个是主食了吧 不知道 这是凉菜 新疆的叫法呢 叫皮拉红 皮呢 就是这个叫皮牙子 就叫洋葱 洋葱 这个绿呢 紫辣椒 这红呢叫西红柿 吃羊肉吃多了以后脂肪过高嘛 降血脂 就用这三个青菜 对啊 它降血脂 哦 这样子的 所以要配着吃 那我们现在就不啰嗦 我们就来吃吃看看 尝一尝 哪一个部分肉最好吃 这块肉最好吃 不可能 我不喜欢吃肥的 这块肉呢 它虽然肥它不腻人 来 那就给你了 这个肥的它说不腻人 我先看你吃 肥的不腻人 你看这个肥的 肥的它 这块肥呢 是羊的这个胸脯这一块 胸脯这一块 胸脯这一块 这一块很好吃的 我吃你看 我看你很喜欢吃胸脯 哈哈哈 来来来 那这一块呢 我现在手夹这一块 这一块呢 是羊的前腿 前腿 这个前腿应该不错 也很好吃 这个味道如何 真的是不腻吗 不腻 很好吃 这手抓住了 就能用手抓着吃 哎呀 嗯 哇 有在大草原上面奔跑的感觉啊 对啊 觉得自己很粗犷起来 对啊 完全有带一把 咚怎么要射雕啊 对啊 整个吃下去只有第一点 很多人吃羊肉很怕烧味 这个羊肉没烧味 没烧味 它不是因为用洋葱 在那边挡这个 去除这个烧味 它本身就没有那个羊烧味 对 好吃 好 大盘鸡 来了 好啊 那你吃了大盘鸡和吃了天豆羊肉 手抓肉啊 嗯 你觉得这两个哪个好吃 麦当老 你看 这里没有麦当老 知道吗 这里只有大盘鸡和手抓肉 大盘鸡和手抓肉 对啊 我个人觉得两个五十五十 说到新疆这里的羊肉 真的是一点羊烧味都没有 听说那是因为这里的羊 太好命 好命到有个顺口六说 他们走的是黄金路 吃的是中草药 喝的是矿泉水 穿的是毛隔符 壁的是绿地毯 听说这羊是不是幸福到 让人嫉妒死了 然而就在品尝玩好料的同时 刚好碰到当地土瓦富人 正在制作传统的马奶子球 机会难得 我们当然是不能错过咯 他把这个羊奶呢 倒到这里一个布 就是一片布 然后把它这样露出来 为什么要经过这样的过滤啊 过滤后 里面的 它是这样子的水流出的 生的是那个 整成奶子 以后成奶豆腐了 所以这个就是把它 把这个水给它过滤出来之后 剩的东西就是奶豆腐渣了 这个就是那个 那个 过滤出来的刚才奶子 过滤出来的奶子 奶汁嘛 奶汁 奶汁 那这个是奶豆腐吗 奶豆腐就是 这个就是 菜一会儿 就变成这样子了 晒干 晒干之后变这样子 晒干之后 晒干之后 多生小块块 小块块的样子 这个就是奶葛达 奶葛达 那奶葛达可以直接吃吗 可以吃 那这个好了没 好了可以吃了 你先吃 好吃吗 好吃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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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起司的乳酪的味道 就是乳酪 只不过它这个不一样 它的比较酸乳酪的味道 原来在做马奶子酒的过程中 还可以同时煎做奶葛达 真的是一減二股 不然也減小口 据说在早期 土阿仁的老祖宗的观念中 奶葛达可是干凉的开山始祖呢 不但可以充气又容易保存 现在更是早餐中 必备的奶茶小点心 也变成了观光客 来此地必买的伴手禮 他们自己用木头 搭了一些架子 来晒东西 其实我们在台湾 有一些做腊肉啊 做香肠啊 有很多自己搭架子 自己在晒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不过我很好奇的就是 为什么这个绳子是什么绳 这感觉上好像是动物的毛啊 这个就是马 马 马毛 那这个是祈福用的是不是 嗯 这是祈福用的吗 这个就是外面的那个 牛它东西吃这个的时候 这个放 放生的就是 刮风的时候 晃了 那个东西不敢过来捡 哦 是这样子啊 我还以为我开个玩笑 原来它真的有功能啊 风大着 吆吆吆吆吆 鳥不敢过来 鳥什么东西不敢过 那如果现在没风呢 没风搁了这些红颜色之类 它也都不敢过来了 红颜色的 它也不敢过来 实在佩服当地 婆婆妈妈们 勿尽其用的生活小igkeit 虽然看起来有点可笑 但是在相吗我的眼里看来 却是有一种大智若余的智慧在 能在任何环境下 找出最适合的生活方式 您说 它们不是很有自己的一套吗 就这样搞啊搞啊 一次搞要多 多久时间 就十五分鐘才剛才 十五分鐘 那要倒幾次啊 兩三次倒了就可以了 倒兩三次 大良我試試看 我試一下 摳著你 摳著你 我試試看 就這樣嘛 然後這樣的話如果沒事的話 對不對 打電話 喂 好 沒問題 可以 待會兒一小時好了 待會兒不然拿 有沒有 待會兒這樣 就跟我說說說說說說 然後他等他發酵 嗯 有那個酸酸的味道 他正在發酵 給大家看一下 他這個很妙喔 這什麼東西啊 這也什麼都做出來的 像那個奶油 全面教這個奶油用的 然後你看他這上面有打幾個洞 有沒有 他分別有打幾個洞 讓這個奶呢 可以在裡面跑來跑去跑來跑去的 這個好像什麼你知道嗎 我們一般馬桶不通有沒有 他就這樣蹦 蹦 然後好像那種感覺 只要鑽幾個洞呢 可以讓這個奶在充分的在裡面這樣子攪拌 然後它就比較容易發酵 我想應該是這個道理 小馬 這個奶子不能滴到底下 蛤 他們已經長久有 這個奶子不能滴到底下 這可是 這是鑽門就是女人做的東西 不能靠近也不能碰這些東西 蛤 他們鑽門一個叫醬酒有 這個奶子不能滴到底下 不能菜 真的 真的喔 可是我猜滴幾滴也不算很浪費啊 那個 川普三兩輩子不是一位合適 他們就是講究在這個上面 講究 尊重 尊重 不好意思 如果想幫我出手出腳不小心冒犯 不知者無罪應該可以原諒吧 只是想不到做個奶酒也有規矩一大堆 就連裝奶的皮筒也要講究到 要用一頭牛的皮來做耶 有沒有看到這很大一個木桶 摸起來不會很燙 因為木頭它不會那麼傳熱喔 然後裡面呢 哇 裡面那個是 也是那個羊奶 它那個是什麼東西啊 裡面的白白的啊 裡面是這個奶子 奶子 酸奶子 酸奶子然後繼續 然後再用這個蒸餾的方法 把酒滴出來是不是 酒滴出來 它這裡面好像一個大湯匙一樣 然後它那個水開始 那個酒開始滴下來的時候呢 它就從這個有沒有 有沒有 有一小道這樣子 慢慢慢慢滴 然後它底下接 那像這麼一大桶的羊奶子 可以擠出多少的 可以蒸餾出多少的酒呢 像這個樣子小鍋 看你的鍋大不大 小鍋這個樣子就 三公斤 四公斤 三公斤 四公斤啊 大概要花多久時間 一個多小時時間 一個多小時時間 就做出這個酒 現在把這個你看 這個鍋子放上去 現在要倒水了吧 他要把這個布啊 纏起來 不要讓有空氣進去 對 那後面這什麼 那個下雨 下雨 原來是下雨 因為它 要擺有幾個洞 下雨的時候呢 就可以淋到這邊 就不會滴到裡面去了 也是個方法啊 由於一邊要加熱發酵好的牛奶 一邊又要加水溫熱 整間廚房燜熱得很 看大娘眉頭皺都不皺一下 還是耐著性子 等待水開的那一剎那 那個滾的水 它幹嘛把它搖出來 換水 換涼的 好熱水 那個裡面的水 熱了以後換涼的 換涼的水 泥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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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耶 你看它一倒涼水之後 開始有的 馬上有那個酒出來 熱的 泡到冷的 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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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熱 碰到冷的時候 它就開始泥有水蒸氣 或什麼之類的 我了解了解 大概是這個意思 好 拿了碗 我們剛有說過要來嘗試一下 這個奶酒 有沒有 香 我只有一個字 香 香到一個不行 來來來 你也來一點 我看你臉那麼紅 你是不是已經給我喝了 所以你不要喝太多 你是不是已經喝醉了 沒有 沒有 我們這個東西 經常見的 經常見的 這個就是 外賣來的綠客 好客人前提的東西 這個不能隨便自己人喝 不能自己人喝 不可以 招待客人的 招待客人的 我們這樣子從小到來的 就說明一個特產 招待客人的 招待客人的 特產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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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啊 真香啊 老天爺啊 這奶酒真是人間美味 看看這原汁原味的奶酒 晶瑩體透 香氣更是誘人芬芳 喝起來的口感圓潤可口 又酸又甜 讓人口齒流香 一口接一口 另外 據說這麻奶酒 還有開胃注銷化 火雪酥金等功效喔 我現在到的這個地方呢 是圖瓦族他們信奉的一個 喇嘛教 那也是西藏來的 不過這樣我覺得很壓抑 就是因為啊 因為我以為這邊的人 都信奉回教 伊斯蘭教 結果沒想到他們也有人 信奉喇嘛教 所以我現在要進去看看 裡面的喇嘛 然後順便問他一些事情 好不好 一進來就先有一股很重的 一個味道 感覺上好像 因為我沒有去過西藏 可是感覺上好像 到了另外一個空間一樣 有沒有 因為他這整間房子呢 幾乎都是用被布曼的 把那個玻璃窗也擋住 所以裡面呢 怎麼進來之後呢 有一種很神秘的感覺 看著牆上 各式各樣的神像畫質 感覺像來到西藏秘宗 一般的喇嘛廟 氣氛頓時速靜了起來 搞得想把我說起畫台 也變得輕聲細無 這個感覺是滿像這個 這個西藏的這個秘宗 那他這些所謂的印刷品啊 這些神佛的印刷品啊 跟他們所祭拜的這些東西 是來自於哪裡的 我要西藏把西藏過 這個喇嘛現在 去世的一個喇嘛有 去世一個喇嘛 給他的 以前從西藏學會的 哦 所以他們也是從西藏那邊 求法回來的 然後在土瓦族裡面 成立一個宗教 信仰就對了 但是應該他這個一脈傳承 還是從西藏那邊來 因為他整個感覺都是 像有些這個神啊 他們的這個圖像啊 是我在這個 認識的密宗裡面 曾經也看過像荒財神啊 還有一些這個 那個蓮花生大事啊 原來喇嘛教是從西藏傳來後 經過土瓦人家以融合後 變成屬於自己的信仰宗教 難怪怎麼看 也覺得跟密宗大同小異 不過要當土瓦人的喇嘛上師 可是不簡單 除了送經超度往生者之外 還要主持大大小小祖禮的儀式慶典 可以說是身兼數字很辛苦的喔 那這邊呢放了很多這個方堂啊 這個陀峰方堂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方堂在這邊 是人家來供奉他 供奉這個喇嘛嗎 這個就是 敵方的莫名的一段心意 過去的老宗宗給人家 拜的一段心意 就好像我們在祭拜的時候 我們用三生 他們可能用方堂 祭拜他們的祖先是不是 對 祖先 就是過去過世的人 對 過去的人 那像他這個每一條毛巾 然後上面丟了一些這個錢啊 這是也是給他們祖先的嗎 也是 大概的是給祖先的 以後放到這個密個錢 有病的 或者果結了 尤其是機子的 密個人的一點心意 這些錢不是喇嘛拿著 不是喇嘛拿著 這個不動喇嘛 喇嘛不能動這些錢 這些錢是祈福歐 如果說祖裡面有比較貧窮的小孩 或是身體不好的人 這些錢是要給他們的 那是由誰給他們 喇嘛嗎 喇嘛 喔 這樣子喔 然後你看到這整排都是 這邊都好多錢 難怪我說奇怪 這些錢就攤在這邊 也沒有人去動它 佩可圖瓦人 遊牧民族的天性 就連祭祀用的三生素國 也變成他們生活中 最愛的方堂來祭拜 這次為了我們的到訪 喇嘛還特地送金祝福我們 真的是感恩了 好 我們現在也要入境隨俗一下 因為一般一開始的話 應該是說一進去之前 就要先綁這個布條 應該也是起伏的作用吧 放上一個布條 我設的這條呢 把它綁在大門口 好 離開荷木村 我們進入了克納斯 這裡的景色 和我之前的想像完全不同 沿途雖然景色優美 卻在克納斯管理單位的限制之下 我們無法任意的停車逗留 只能在著名的景點 莫隆灣和神仙灣兩處停車瀏覽 其他的景色 只能透過玻璃窗 在車上欣賞囉 好 我們現在到了克納斯山上 另外一個景點 那上面有個亭叫關於亭 據說曾經有遊客呢 也在關於亭上面呢 看到克納斯湖裡面 有大型水怪的一個陰影 那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 所以我們秉持了世界的一定 追根就裡的精神 決定攀上高峰 有沒有 起了個大早 現在才七點鐘 哇 時間不早耶 也只十點多啦 因為這邊太陽很晚才下山啊 十點多才下山 起了個大早 準備花三十幾分鐘的時間 有沒有 你看到喔 上面有一排的人 紛紛要去關於亭去看 整個克納斯山脈的風景 順便呢 看看有沒有這個運氣 能夠看到我們要尋找的水怪 走 登上關於亭 據說可以一覽整個克納斯湖的景色 甚至還曾傳說有民眾在這兒 曾發現一次狐怪出現的影像 我們沿著三個零線一路登上關於亭 同行的民眾 除了想欣賞克納斯湖的美景之外 也有不少人 是為了傳說中的狐怪而已 花了半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終於攀上了關於亭啦 哈哈 太爽了 一點都不累 這樣 是 除了攀上來之後呢 我們喝了整整一瓶水 以及休息了將近快一個小時之外 可是一點都不累喔 嘿嘿 不過為什麼這個亭叫關於亭 我在想說啊 一定這個取這個名字的人一定很妙 因為妳不可能在這個亭上看到有什麼小魚在動嘛 對不對 妳要看到的魚可能就是屬於比較大的 有沒有 湖底的水怪 我們現場呢就可以問問小妹妹 她到底是不是上來看這個水怪 來來來 妳想這裡看得到魚嗎 呃應該看不到吧我覺得 那看那為什麼叫看關於 我覺得那個魚可能是指那個水怪 不過現在還不確定那個水怪 是不是一種歐洲的一種紅鮭魚 摺羅龜聽說也沒有辦法長那麼大是不是 對 所以說現在就是不確定 所以今天想來看一看 有沒有聽過這裡別人有水怪啊 聽說過 想不想看 當然想了 去年不是中央電視台演過嗎 演過啊 嗯 妳覺得那是真的嗎 我覺得不太像 不太像 妳覺得是有人到刻意的有點有點這個 也不是可能是誤會我覺得 可能是誤會 嗯 我還是相信 妳還是相信 就是因為相信所以來到山 妳想不想看這個水怪 肯定想看這個水怪 水怪就是那個大鴻魚 大鴻魚 對 就是摺羅龜 有一天我就從山下這樣爬到山上的關於亭 在當時就有民眾開始叫到說 哇水怪水怪 然後我們當時看到著我攝影機開始拍著 它開始很像一個潛水艇 在往下沉一樣 一般連鷹應該如中間往外擴散 可能我們從來沒有看過連鷹是直著的 跟我們在世界各地看過 這種水面的景象 幾乎沒有看過說 這個連鷹會由外往內 可光是那個連鷹 似乎就透露了一些訊息 對於胡怪 有人相信有人不信 曾經在關於亭上 發現胡怪黑影的民眾 描述從黑影的大小 與胡編跨數的比例來判斷 胡怪長約十幾公尺 然而我想從山上這個角度往下看 胡怪黑影也可能只是一小群紅魚所組成 判斷難免會出錯 可信度不夠高 於是我們離開關於亭 直接前往湖邊 尋找去年曾經親眼目擊水怪的 那位開遊禮的大哥 經過十幾個小時的車程 我們終於來到克納斯山的克納斯湖 這克納斯湖除了有天然的風景 非常美麗之外 到底還有什麼好玩的呢 嘿嘿 當地人據說也在湖裡面看到 非常巨大的生物 也就是我們所稱的水怪 但很奇怪 尼斯湖也要有個水怪 中國大陸近代發現的克納斯湖 也要來個水怪 這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 不過我們這次來的時候 我們當然希望能夠有這個機會 能夠去目睹這個湖底的水怪 然後我們打聽之下 據說在這些小的有沒有 出租船上面 有一個船長 曾經帶了十幾名的遊客 確實目睹了湖底的大生物 到底水怪長什麼樣子 而且是真是假的 沒關係 我們找到原船 就那艘船 同樣的船師傅帶我們去 看看他這個運氣 會不會帶給我們更好的運氣 去看看這個克納斯湖裡面 到底有沒有所謂傳說中的水怪 我們搭上大哥所開的遊艇 前往當時湖外的布局現場 看著美麗的克納斯湖 心想湖底夠幸運的話 或許真的能和水怪見上一面 湖底在湖上行駛約莫五分鐘 大哥首先帶我們來到湖邊 一個圖瓦人與湖外傳說有關的地方 師傅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一塊 那個樹 那個樹底下不是有綁著白白的嗎 那不是樹嗎 你們冬天沒來過 如果你們冬天來過的話 就是這個當地人有一個那個 他們有一種信仰 這個圖童 他們認為這個湖裡面 有巨大的生物 而且經常要吞噬他們的這個牛羊 之類的 為了祈求下一年平安 或者是就是讓下一年分收呀 或者牛羊更多呀 每年到春節前後 以後在這個冰上 會打一些大的窟窿 然後把這個活牛活馬 從這個洞裡面投進去 就是祭祀這個東西 祈求來年的時候 能夠這個牛羊呀 什麼一切平安那樣 那那些牛羊真的就吃掉了嗎 這個吃牛羊的話就多了 就是在以前的時候 這個當地的土蛙老人講過 當時有一個那個 他們那人是牧場那種 那人那種制度嘛 就是他這個生產隊的嘛 他趕著這個兵面上走 突然塌方了 那個兵是很厚的 對對對 一米多厚 你想那個突然塌方了 這肯定是有外力造成的 那個他們綁那個白布條 就是代表說他們只是在祭祀 而且他有一種那個 許願的樣子 許願 我知道我知道 他許願的時候 許一個願以後 他把這個綁在上面 有綁白的有綁紅的 但是這些紅的呢 時間久了以後就變白了 眼前樹上所綁的白布條 與咱們先前在和睦村土蛙人 祭祀祈福的白布條如出一側 傳說中 土蛙人將湖怪視為湖裡的湖神 對他是十分的敬畏 他們相信湖神能保佑他們的身處平安 但如果對神不盡 同時也會對身處造成威脅 離開這裡 我們來到了大哥目擊湖怪的現場 只見湖面依舊是風平浪靜 看不出有任何奇怪的景象 然而大哥卻指正麗麗的說出 當時目擊水怪的過程 師傅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 當時這艘船上面有多少遊客 然後看到水怪的整個都經過 在哪裡 當時是十三個人左右 幾年前 去年 去年十三個人左右 哪裡來的 北京 然後還有地方上陪同的一些 因為最晚一般船 那當時水怪出現的時候 誰發現的 遊客 那在哪裡 大概在那個 出現了 就在那邊 因為說近多遠 距離有個 兩三百米 哎呀那個也說不上 三四百米 在水面上這個目測距離是很久 對對對 然後呢他怎麼遊 他從那邊這樣遊嗎 對 往那邊去了 往那邊 往那邊去 那不是離你們越來越近 往那邊去 往那邊去了 往那邊去了 對 走到那個位置的時候就有人 就是走到這個位置就有人發現了 走到那個位置就有人提出意見 讓我偏好過去追他 要去追他 對 那當時你怎麼沒去呢 哎呀 你知道你 你那種情況你也不去 你為啥 那個東西 出來以後他明顯就和這個 不一樣 明顯那顆顏色就不一樣 什麼顏色 什麼顏色 對 當時看了以後 當時我們拉布斯領導 對 我帶我過去 我要心裡面啊 我要說 我要不能去 我跟他們講 是比較危險的 我們要跟他們講一下厲害的關係 然後現在就過去 那有拍下來 有拍下來 當時他們很多人都站在那個位置 像這些位置 那他們的反應呢 他們很興奮啊 很興奮 對 當時我回到馬庫以後 心裡面還是說不上來那種感覺 我也高興 為啥因為那麼多年能見一次 很不容易 大哥說 根據以往的經驗 民眾募集的時間 通常是在清晨或傍晚時分 而為了一探水怪的真相 曾經也有日本科學家 帶著精密儀器下水尋找 但卻無功而返 對大哥而言 水怪傳說 原本只是一場 子虛烏有的傳說 直到親眼看見 才相信 這事情是真的 九九年的時候 我們這裡有個小伙子 開了一條快艇 對 以前的快艇 以前因為發展沒現在的 對對 都是那種廠航的快艇 對 那他走到那個二道灣那一塊的時候 突然這個船沒油了 沒油以後呢 他就是回去傍游去 以前用那個亞馬哈那種 對對對 他去傍游去了 傍游的時候從離他有個 可能那個近 二十米左右的時候 二十米左右的地方 出來一個黑色的一個東西 也是十米左右 從水下上來了 翻了很大的浪 往他船跟前過來 當時船上拉了幾個 六七個遊客吧 都哭了 當時這個師父也說 這是真的 這是我們去 就是過來的事情 這是我們經歷過的事情 後面以後 怎麼解的為難 當時還離這個 離這個 離這個 還有個七八米那樣子 我們有一個民族小伙子 開了一條快艇 從那個一道灣那個角角那 繞過來 然後這東西聽到聲音以後 走掉下去了 下去了 特別大 真的 這是真的 我們在克納斯湖 動留了淵末一個多小時 除了迷人的山水景色 和胡怪傳說陪伴我們之外 我們確信無緣和胡怪介紹一遍 但我想 美麗的景色 總該有個神秘傳說來點綴 就像圖瓦人對胡怪的崇拜 胡怪為圖瓦人帶來克納斯湖 落意不絕的觀光人潮 克納斯湖的美 也因為胡怪的神秘而變得更美 世界定定